所以我們現在要站在藍文誠總教練 對不對有很多的討論的空間 但要站著 這個球打穿了 這個球中間方向的安打 三層上跑者回到本壘得分 二層上跑者繞過三層之後 現在也要搶攻本壘 楊家榮這支中間方向的安打 但剛剛因為是二三層有跑者 所以墨西哥的內野手本壘也屈前 對 所以那個犧牲處局推進之後 然後讓墨西哥的手被驅檢 驅檢的情況之下 打了一支穿越內野的防鞭 所以藍文誠總教練 說不定所看到的是這種局面 這種結果 所以他也做